Hello 大家好 朱春道 通常來講澳門賭場周圍有兩種店舖最多 一是金舖一是當舖 而隨便走入每個當舖 你都看到琳琅滿目的世界名標 其中勞力士的貴金屬鑽石款最多 證明勞力士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簡直是古惑仔走老時的硬通貨 變演能力非常強 澳門賭場附近的店舖其實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無論你是輸了錢還是贏了錢的人 很多時候都會去當舖走一走走回 輸錢當然去當舖當野還債 若在賭場贏了大錢 當然去當舖消費買東西留念 其中金標轉標最受歡迎 這也是賭場周邊多當舖的原因之一 在澳門當舖中的抵押品大多數是珠寶中標 尤其是手標居多 據業內人士說 名牌手標例如努力士奧米加 藥漸典當物品的五成左右 這些標的壓價較高 通常是那隻標實際價值 當時實際價值的五成到七成左右 澳門賭場附近的當舖隨處可見 所以如果你想買標選擇空間很大 對於當舖來講 競爭亦非常激烈 如果你看中哪家當舖裡的標 儘管放心進去試戴 不買其實也無所謂 當舖裡的標雖然不是全新 但至少都有六七成以上新 如果不介意的話 在當舖裡買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價格都尚算公道 還可以討價還價 現在市道那麼差 分分鐘給你還好價也不頂 對於當舖裡的世界名標 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無疑就是是不是真的 其實當舖在收貨的時候 都會驗清楚是不是真的 還有是不是賊贓 嘲諷即是二叔公 沒有十多年的經驗 其實就做不到這份工 若果一件很昂貴的押品 要經過兩三個嘲諷過目 再講好事不出門 醜事存千里 如果為了賣架錶名譽掃地 一下子整個澳門都知道 以後還需要做生意嗎 有了專業的二叔公把關 假貨出現的機率 應該是大大減少的 我不是幫當舖 賣廣告做生意 你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就不負責任 這集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頻道記得訂閱按LIKE 和分享出去下次見 拜拜 拜拜